Hello各位小伙伴 欢迎来到熊猫星实验室 我是熊猫 又是两天没有更新视频 非常的抱歉 并不是我偷懒 是真的有事情 这两天回老家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就继续工作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一下的又是一款所谓的黑科技产品 就是这个了 这个据说是一个可以放大150倍的迷你显微镜 我们赶快打开验证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100倍到150倍手机显微镜 这个价格是49元 我们赶快打开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专用的收纳包 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机显微镜 造型还蛮好看的 然后拿在手里非常的轻 好像感觉上感官上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 好像就是一块塑料 非常的轻 你看这里150倍手机放大镜 然后它这个是需要搭配手机使用的 你看这里有个夹子夹子就是夹在我们手机的摄像头上面 就这样夹上去 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的屏幕来观察这个需要放大的东西 看这里有两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用来调倍数的 然后这个旋钮是用来调变焦的 就是如果图像不清晰 可以通过变焦来获得更清晰的图像 然后这里就是目镜 这里是物镜 这里还有两个灯 往左 往右是照明灯 往左就是验钞灯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这个图像就是我通过这个显微镜来拍的我的手掌 现在是100倍 好像 这个倍数具体有多少倍 我也测算不出来 反正好像有点那么回事 好像就像显微镜的那种感觉 我来放大一下看看 这个就是我调到150倍 调到底了 但是现在好像看不见东西 我来调一下这个焦距 变焦一下 现在这样就比较清晰 这个是所谓的150倍的图像 好像的确是比刚刚这个纹理 变得更大了一点 这是我的手掌心 然后现在这个画面是我的手指 是我的食指 可以看到我食指上面有好多细菌 非常的脏 这种微小的东西 在我们肉眼基本上都很难发现 这还有一根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手指上的一根线 应该是线 非常的脏 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 还有我的指纹 这个放大的倍数 具体有没有150倍 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是有效果的 比我上次买的所谓的望150公里的望远镜 要靠谱多了 看这就是我刚刚用来放大的手指 从这样来看 肉眼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脏东西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清洗手 其实你看不见很多脏东西非常的微笑 也是有很多的细菌 那么这个价值49元的据说可以放大150倍的显微镜 搭配手机使用起来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的 至于它有没有150倍 我也不得而知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我只能说最直观的使用感受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业余的 你只是出于好奇 想要观察一些东西 你可以用它来试一下 还是有点效果的 如果你是做一些专业的事情的话 那就不要用这种了 这种就是说仅仅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一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